当熏儿父亲得知啊 自己女儿偷偷给硝烟地印诀之后 有何反应呢 地印诀是古族的不传斗技 相传是古族的一位斗帝所创 五印叠加堪比天接斗技 熏儿在斗王时 便从古族偷偷带走了前两印 在离开战胆学院时 便送给了硝烟当作护身法宝 开山印必须斗王时才可以修炼 翻海印则是必须达到斗皇修为 才可以继续修炼 这么一看 熏炼到第五印古地印 至少也得是斗圣实力 还能将五印全部叠加 发挥出地印诀的真正威力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地阶高级斗技 竟然还修炼达到斗圣 才可以完全施展 那么熏炼是何时找到后三印的呢 在熏炼成为斗皇后 便将第二印翻海印修炼之大成 凭借这一招 重伤了魂殿铁护法 在与冰河谷一战中 熏儿带领古族两位斗尊强者 前来支援熏炼 熏炼在这一战中身负重伤 熏炼为了照顾熏炼 决定在夜城停留几日 在这几日里啊 熏炼和熏炼两人一起非常的亲密 在夜晚 熏炼并将地印诀后三印 全部偷偷送给了熏炼 此时的古族还没有发现什么端倪 但当熏炼精神为斗尊之时 将地印诀前四印炼之大成 并将四印相互叠加 凭借四印叠加的伤害 重伤了无数魂殿尊者 熏炼地印诀的秘密也就藏不住了 在熏炼代表新运阁前往古族之际 古族组长古元早就得知了 熏炼偷学地印诀的事情 但古元和熏炼关系交好 考虑到熏炼是熏炼的后人 又是自己未来的女婿 于是古元并没有词怪熏炼 反而是那些古族后辈 一直想要战胜熏炼 可惜还都被熏炼给打服了 可见当初薰儿提醒熏炼 不要轻易使用地印诀 主要原因还是担心 古族长老过早知道此事 但当熏炼成长为斗尊强者之后 这个秘密曝光了 也不会都想有什么影响 毕竟以熏炼斗尊的实力 古族年轻一代强者 也很难是熏炼的对手 而古族的长老们 基本上都会给熏炼面子 不会对一个小辈动手 所以地印诀这件事 也就成为了古族唯一一次魄力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豆腐汤群的朋友们 可以给视频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